学习佛菩萨的精神 在写书法的同时 也期望能够庄严自立 许多人在书法冲作上 都喜欢用观世音法门 观为能观之治 世音是所观的境界 能观之治 无论是约宗 而都是一样的修行 所观的境界 指的是文声音之文性 果上利他的所观之境 是指世间一切苦恼 所有的众生只要称念 观世音菩萨求救的声音 这就是不可不知的力量 我这次是用变体字来表现 那这三个字 其实代表的是观自在菩萨 那么我在字体用圆形来表现 其实代表的是 观自在菩萨的一个圆满慈悲 那么最后的部分 我加上了这片菩提叶 菩提叶代表的是 观自在菩萨的智慧 那么这当中呢 一共有十二条的叶脉 代表了十二因缘 那么就是呢 也就是说提醒自己 那也希望众生在观看 自己内心的同时 能够很清楚的体会到 就是说观自在菩萨 他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 提醒我们要关破这个十二因缘 然后帮助自己可以脱离六道轮回 我创作这一幅的意境是这样的感觉 那当中我还就是用这个日月来表现 就是说观自在菩萨的观照 是没有时间的分别 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的 这是我创作的这个一个概念 而这次书法家李清芬 用菩萨世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表达书法方式 当然他利用自他监力菩萨的宗旨 那么自立方面的观 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 自然就会表达出不忘利他工作 而利他方面官之同时也不必 自宜自立功德 这样才能够配上观世音菩萨的意境 十方新闻王天柳成以上 高雄采访报导